請給我機會 帶領國家 此時此刻 我們都是台灣隊 Team Taiwan 挺台灣 讓我們一起加油 讓台灣成為 民主世界的MVP 各位黨內先進 全國富老鄉親 在場美女朋友大家早 剛剛我已經完成了 民進黨總總初選的奔季 今年1月18號 我懷著戒慎恐懼的心情 接任民進黨黨主席 希望團結黨內 插亮民進黨 青年勤政愛鄉土的招牌 重新贏得人民的信任與支持 感謝中之會 支持推動黨務革新 積極回應社會的期待 更要感謝 南投的富老鄉親大力支持 在3月4號 南投第二選區立委的補選 既給予了蔡培會 為南投爭一口氣的機會 也給予了民進黨 從新出發 承擔使命的力量 今天 我則是以無比堅定的心 參與民進黨總統初選 希望爭取黨內同志 以及台灣人民的支持 讓我站在第一線 率領團隊 建設國家 升級經濟 造福人民 並且打擊 黑金槍獨 建立一個和諧 安定公益的社會 讓年輕人看見希望 壯年人實現夢想 老年人得到幸福 弱勢者也得到照顧 更要透過火山因應 靜靈轉型 疫後經濟復甦 以及歐戰爭所帶來的 地緣政治變化 產業鏈 重組的種種挑戰 讓未來的台灣 能夠更加智慧 更加勇氣 也更具有韌性 特別的是 台灣 為主 印太第一島鏈的 關鍵位置 直接面對來自中國的 文攻武嚇 不擇手段的 外交打壓 還有 大腕合戰 兩手策略的種種威脅 我們 必須要 團結一致 持續壯大台灣 堅守民主陣容 確保台灣的安全 因此 請給我機會 帶領國家 團結國人 一起拼經濟 護民主 強國防 保和平 共同完成 守護台灣 促進 民主 和平 繁榮的新時代使命 各位 國人同胞 國人同胞 此時此刻 我們都是台灣隊 聽台灣 挺台灣 讓我們一起加油 讓台灣成為 民主世界的MVP 謝謝大家 謝謝